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却丑陋不堪 陈庆低下头 我说是学费 要进修的学费 陈家就是农村家庭 就算是最有见识的陈旺达 哪里懂公费留学的事 公费留学是不用出学费的 还有生活补助 学生在国外的开支基本上都有国家负担了 不可能再要交一万美元的学费 夏小兰都给气笑了 哼 你说的也没错 想要在华尔街赚钱 的确需要交学费 股神都需要交学费 可股神不是八零年代的华国农村出身 股神也不会骗家里人要交学费 转头把钱投进了深不见底的华尔街 疯了 任何不考虑最坏结果的投资 都是疯狂的赌博 夏小兰从未如此清晰认识到 陈庆已经不是七景村那个淳朴的后生 偷看他会脸红 为了跳出农门而复读 写一首好字 替他借复习的课本 从1983年到1986年 考上对外经贸大学 又来到纽约留学的陈庆 早就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人了 没有谁会一成不变 陈庆只是变得太快 夏小兰一时没适应 回过神来 这人已经面目全非了 陈庆刚一抬头 就被夏小兰的眼神刺痛 小兰可能不是生气 他亏掉了一万美元 但小兰绝对生气 他用学费的借口 找家里人要来这一万美元 陈庆自己都愧疚得无底自容 在要钱的时候 他真的没想过 糟蹋全家的血汗钱 他想的是更大的本钱 更多的获利 那时候 他的几次操作都有获利 整个人的心态已经失衡了 他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 转眼 华尔街就用事实 狠狠抽在他脸上 他只是一个偶然幸运的新手 钱是我爷爷 让家里人凑的 一共是八万块 我爷爷店汇到京城 给了韩景家里 由韩家人出面 兑换了一万美元 再打入 我在美国的账户里 果然 这里面还有韩家的事 韩景知道 韩家也知道 他们没有人劝过你 夏小兰觉得奇怪 陈庆羞愧难言 我之前赚了一些钱 韩景对我很有信心 我这次亏掉的 不仅有家里会来的一万美元 还有之前 我自己的两千美元 有韩景投入的五千美元 一万七千美元 夏小兰都想给陈庆鼓掌了 韩家没阻止 是韩家完全没有金融常识 现在国内还没有股票 韩家看陈庆之前操作成功 以为美国真是处处是金子 是个人就能轻轻松松赚钱 要不是笃定陈庆会赚 韩景怎么会也投了五千美元 韩景看起来就不缺钱 但五千美元 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夏小兰端起咖啡 不亏也亏了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刚才是不是拉错你了 让你直接被车撞死 又了白了 不要说陈家人的钱 就算夏小兰不喜欢韩景 觉得她手段很辣 那人家的美元也是钱呢 陈庆现在 有一点五万的窟窿要填 一个不好 她就鸡飞蛋打 不仅要让陈家人伤心失望 女朋友也得吹了 就是分手 陈庆也得还韩景的钱 像个懦夫一样去死 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陈庆被夏小兰问得抬不起头 她想说 钱会还给家里人 也会还给韩景 可高达1.5万美元的债务 在她不碰股市的情况下 她用什么还 在纽约 留学生打黑工是个什么行情 陈庆不仅去打听过 她还自己去干过 最初的启动金 就是陈庆自己带来纽约的钱 加上她剩下的生活费 以及平时打工攒的 两美元一个小时 一万五千美元 她要工作七千五百个小时 一天挤出五小时 也需要一千五百天 整整四年 她从纽约大学毕业 可能都还不完这笔钱 陈庆的数学好 靠心算就明白了 1.5万美元的外债 意味着什么 在夏小兰鄙夷的目光中 她也只能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不会寻思的 我死了 永远没人把钱还上 小兰 对不起啊 夏小兰站起来 手一扬 手里的咖啡就泼到了她脸上 这是替陈爷爷泼的 陈庆 这件事我不能替你隐瞒 我会如实告诉陈爷爷 因为我现在不相信你说的话 你现在的忏悔和内疚都是一时的 等这股情绪消散后 疯狂的赌徒总想着一把回本 赌徒的保证都是狗屁 你用交学费当借口 骗了家里人一万美金 下次又用生病当借口 让他们继续汇钱 他们都是土里刨石的农民 哪有能力满足你的要求 可你是陈家的骄傲 是陈家第一个大学生 还出了国的 他们就是卖血割肉 也要咬牙供你流血 夏小兰把杯子扔下 这顿咖啡我请你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请你喝咖啡 陈青 你已经是一个赌徒了 不要再当一个懦夫 说真的 我挺瞧不起你的 如果不是陈旺达 夏小兰连这番话都懒得对陈青说 夏小兰是有钱 一万多美元对她来说不算啥 请私人侦探都花了不止这个数目了 夏小兰愿意花钱请吉姆去盯着周大傻子 也不会借一分钱给陈青 周一是个女人 她作来作去 伤害的是她自己 好好的周家大小姐不当 非要把自己往下面的生活阶层拽 她把蒋红气得生病 让整个周家人都失望难受 但她好歹没有危害到周家的根基 她要和袁翰在一起 是自己脑子糊涂 意识不到危害有多大 陈青可不糊涂 陈青比周一聪明多了 周大傻子找对象那是婚宿不济 往袁翰那个软饭渣男手里撞 陈青找对象是往上找 韩锦人怎么样不说 家里条件是不差的 周大傻子是一心想着真爱 陈青是明知道一万美元 对整个陈家来说有多艰难 还是开口要 这是糊涂吗 不 这是贪心 是坏